圆旦假期就快到了 许多民众都想出去外面走走 台中市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最近就在科博馆植物园旁的特展室 邀请台中市新社区的六村茶花园 一起举办一场茶盐观色赏花去特展 展出许多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茶花 让民众在假日有一个碾花惹草的好去处 科博馆馆长孙维新跟研究员杨宗玉博士 也在12月28号的记者会中表示 希望美丽又芬芳的台湾茶花 能够陪伴参观的民众过好年 其实茶花在人类生活中很多 我们喝的茶还有喝的苦茶油 还有展览花卉都是 那我们这次当然主要用花卉漂亮的 因为过节 茶花特展除了有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茶花 墙壁上还装饰了大幅的茶花壁画 开展第一天就出现大批参观人潮 许多人都拿出手机抢着拍照 科博馆研究员杨宗玉博士说 茶树虽然是一种很普遍的花卉植物 在台湾很多地方都看得到 但是这次科博馆的茶花特展 集中了全台湾最漂亮的茶花 民众来这里赏花绝对有看头 比如有单瓣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单瓣的 然后本身有虫瓣的 然后花朵呢 从大概两三公分到十多公分的直径都有 所以这是非常壮观的 科博馆研究员杨宗玉博士说 民众如果想要自己种茶花 可以把茶树种在盆栽里 而且其实茶花很好照顾 只要架高盆栽并且保持通风和排水良好就可以了 这场科博馆茶花特展 从今天开始到明年2月25号为止 除夕和农历过年初一修馆 民众别错过了这个亲近茶花 欣赏茶花的大好机会 记者陈文旭 陈玉文 台中报导 金钞